确实 这是十年必胜的大约 一点都不假了 念佛真正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你去做佛了 到极乐世界 头一个好处 寿命无量 那是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 阿弥陀佛亲自教会 受方祝福都帮助你 你到那个世界 你有能力 分无量无边生 同时可以去参访 摄方插土 无量无边祝福 你去供佛 供佛是修佛 你去听经 听经是修会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世所修 一天所修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一亿年 都不能跟他想比 我们在那修一亿年 比不上在极乐世界 修一天 这个要懂啊 这个事实 真相啊 你了解之后 对这个世界 就毫无留念了 你留念这个世界错了 你要想到这个世界来 到极乐世界 打个转再来 你是佛的身份来了 你不是反复了 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 不抓住你太可惜了 专重持名念佛 名句万德 一句名号 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是一法了 这一法也圆满一切法的功德 佛法里面讲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的功德 都在这四个字里面 谁知道啊 佛知道 法神菩萨知道 别的人不知道啊 我们要不读华严经 怎么会知道 要不读这个世宣门 怎么会知道 从这个地方 我们才恍然大呼啊 所以这一句佛号 圆满举足 一切法的功德 绝体是华严 玄门 圆满举得之一 对 夜间都不假 我还不读华严 我还不读华严 我还不读华严